WhatsApp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式 基本上可以说每天都会用 但若果你是旧iPhone的用户 想继续用它 可能就要考虑进组换机了 由于iOS软件支援的关系 由上年起就一直有传闻说 WhatsApp将会放弃对某些旧版本的支援 但就一直未有实行 不过就一日前 有过一直对WhatsApp使用版 进行资料画过的网站 在最新的使用版里面 就发现了有关的停止支援安排 根据他们所说 有关的更新最快将会在10月正式退出 将会停止支援iOS10和11 理论上只要将iPhone更新到iOS12或者以上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过由于这些旧型号的iPhone 都不能升级到iOS12 换言之将不能继续使用WhatsApp